- 其实为什么刚刚我们会放一个水果盘? - 就是其实人家说礼作人不怪 - 我可以爆料吗? - 你当然可以爆料,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- 是因为第一次见到我们母亲的时候 - 从心整个冷到那个背脊整条 - 天啊,听起来好尴尬 - 哈喽,大家好,我是Carden - 嗨,我是刘萱 - 欢迎大家收看L的Kappos Wiki - 今天要来讨论的题目就是 - 如何与另一半的家人良好相处? - 嗯,这真的很重要 - 毕竟来自不同的家庭 - 有很多的美角在里面 - 还有很多难题 - 对 - 第一次与另一半家人见面 - 如何保持良好形象? - 其实为什么刚刚我们会放一个水果盘? - 人家说礼多人不怪 - 戴一个伴手里 - 其实会让对方觉得说 - 其实你是很有心意 - 还有我觉得第一个良好形象 - 我自己是觉得女孩子的服装仪容非常重要 - 我可以爆料吗? - 当然可以爆料 - 我叫你要讲手 - 因为我有切身之痛 - 其实因为第一次见到我们母亲的时候 - 我要先说前面 - 我是先见刘轩的爸爸 - 然后那时候因为她在台湾嘛 - 所以我们一起吃饭 - 所以我那天其实是下班以后过去 - 记得我就扎了一个马尾 - 然后穿一个就是西装外套 - 浅色的西装外套 - 然后就是去见面 - 然后那次其实一切都 - 非常的平安顺利 - 然后直到大概一年多之后吧 - 我要第一次见就是未来的婆婆 -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到纽约也是在夏天的时候 - 对 - 结果呢穿了这个很短的裙子的时候 - 我当然看了我是很开心的 - 我母亲看到的时候 - 她后来她就有跟我讲 - 她不是跟你讲 - 她直接跟我讲 - 而且是她跟我讲的第一句话 - 你可能是去放东西还是什么的 - 那个时候就只有我跟我婆婆 - 两个人在厨房 - 然后我婆婆看了我第一句 - 她没有正眼看我 - 她就这样 - 天啊 听起来好尴尬 - 她就这样 - 裙子不要穿这么短 - 年轻会讲话 - 当下我就从心整个冷到那个背景整条 - 所以你看我们如今能够走到现在的这样子的这一步 - 是人家透过了多少的沟通跟努力啊 - 我觉得那时候还年纪轻 - 我真的比较 - 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懂事 - 所以那时候其实 - 可能在机场的时候也可以就是随手 - 买一个就是礼物或什么 - 但是我自己也忘了 - 所以这个给大家的建议真的是 - 我的切身是同我的过来人经历 - 坦白说我自己还算是蛮有长辈缘 - 因为就像我这样平常这样子啊 - 摊后一笑啊 - 人家说笑容就是一个最美的服装 - 就是如果对方的家长 - 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家庭 - 他们可能不太习惯就是晚辈们很热情的打招呼方式 - 那你可能就可以送上这个水果 - 就说这当你们喜欢吃水果 - 所以帮你们准备了很开心见到你啊 - 陈伯伯陈妈妈这样子 - 但如果你知道对方的家庭其实是比较西化的 - 你就可以稍微热情一点 - 但是我觉得第一次见面 - 我觉得你拥抱其实有点太多了 - 如果对方都已经 - 就张开双手的话 - 如果他已经是 - 对他已经张开双手的话 - 你不要说什么 - 如果你对方就是 - 就当然是最开心 - 因为很快就可以化解那种 - 你知道很尴尬 - 然后第一次见面的那种感觉 - 对于一个男生来说的话 - 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拿出精神 - 搭配笑容 - 这个就是一个双重的良好影响 - 那时候有吗 - 精神 - 我平常就这样精神意义的啊 - 也是也是 - 在另一半的家里面做客 - 是否应该要帮忙做家务 - 我有帮忙做家务吗 - 其实你好像是真的到提亲的时候才我家耶 - 因为像对我自己来说呢 - 我就很喜欢洗碗 - 我真的会抢着洗碗 - 因为洗碗真的很干净 - 会这种洗碗也会 - 嘀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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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觉得有女生可能会担心说 - 我现在一旦帮忙了 - 是不是以后真的结了婚 - 怎么都要我来做 - 这个担心疑虑啊 - 其实在交往的时候可以先放下 - 因为毕竟你去人家家里做客 - 你不懂不能把你知道 - 要男友的爸爸妈妈当成服务生理 - 所以你就是可以帮忙说说 - 我们一起洗个碗 - 晚餐之后的半小时 - 是一个关键时刻 - 其实比较传统的家庭 - 你会发现女人们会到厨房去 - 男人们会到客厅去 -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- 你跟着去客厅 - 你可以坐下来 - 可以一起聊一些男人们聊的事情 - 如果今天是比较不传统的话 - 那说不定可以大家都会一起到客厅啊 - 或者等等 - 因为谈天里面就可以让对方真的感觉到 - 让对方父母亲真的感觉到 -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 -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前提 -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在外面 - 其实会方便很多 - 在外面吃饭是很OK - 可是如果在家里面的话 - 你还有多一些话题可以聊 - 你可以看到四处可能摆的某一本书啊 - 或者是如果真的相簿啊 - 对有很多人其实 - 会喜欢把这个放在那边 - 就是有更多的东西是可以拿出来来讨论 - 讨论 OK - 若和另一半家长的想法经常不同怎么办 - 哦 - 这个一定是大家都一定碰过的 - 难题啊 - 我觉得对长辈要有基本的尊重 - 你可以不同意 - 但是你还是要听 - 到最后 - 是不是照他说的那样做 - 就是其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- 不要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- 都想要说服对方 - 非常非常危险的 -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聊天技巧 - 叫做mirroring - 就是叫做镜像 - 像是一个鹦鹉一样 - 把对方的 - 刚才所说的那句话里面的 - 一两个关键词 - 讲出来再重新的再强调一次 - 例如像 - 年轻人你们就是要存钱啦 - 要买房子啦 - 是不是这种 - 对啊我跟你讲 - 那个什么什么路啊 - 对在那边有好多那个新建的大楼 - 我跟你讲 - 真的像鹦鹉一样 - 即便你心里面是一百个不赞同不愿意 - 你只需要把对方的话重复一遍 - 对方就会觉得很爽了 - 你让他觉得被听到 - 你改天或者换一个时间 - 中间要有一个时间间隔 - 不要在他很激昂 - 再跟你分享的时候 - 你要去讲不同的意见 - 懂得怎么这样去运用 - 中间不说话的时候 - 当下用心 - 之后用智力 - 如何和另一半家人 - 培养感情 - 你做得非常好 - 对 - 我伯伯说 - 自从我老公跟我结婚之后 - 更常有人打电话给他 - 就是我 - 我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 - 到纽约去给婆婆 - 你要让对方感觉到 - 你有在关心他 - 对 - 你也很关心啦 - 只是我觉得 - 我觉得男生关心的方式 - 跟女生真的比较不一样 - 我觉得女生还是在这个部分 - 会比较心细一点 - 那如果当然就是再进一步 - 就是安排一些就聚会啦 - 安排一些就是共同的一些休闲活动 - 留生都很会跟我爸聊运动 - 桌球啦什么他不擅长 - 但是他还是会就是找到 - 像这样子的话题 - 如果我在看到 - 那些新闻里面有讲到 - 某一个东西 - 然后我就会把那些事情记起来 - 因为我知道这个可能是 - 岳父所感兴趣的一个议题 - 所以下一次我就主动把这个提出来 - 就有话聊了 - 其实长辈就是希望 - 他有感受到你的欢心 - 跟你的嘘寒问暖 - 所以例如说有时候天气快要变化了 - 那你很忙你也没办法 - 就是你到跟他见面 - 你就可以传个简讯啦 - 说最近天气要变啦 - 你要多注意身体 - 我今天帮你准备了维他命C - 或者是一锅鸡 - 还有一锅鸡汤 - 等下帮你快递过去 - 哇 那好贴心喔 - 长辈其实对于健康的资讯 - 其实都会比较在意一点 - 然后如果长辈传一些莲花图给你的话 - 一定要回 - 然后回的时候也不能只是说 - OK 收到了 - 跟长辈都要说 - 是 我知道了 - 可能还要加一个那个微笑的Emoji - 对 让他觉得说你是很开心的在回应他 - 婚后是否建议和那一半的家人同事 - 你觉得我们双方家长看到这是一件好事吗 - 但我觉得他们很理解啦 - 因为我们的房子就是在对门 - 然后当初在装潢的时候 - 其实有讨论过要不要把它打通 - 不过到最后其实我们也很感谢 - 是我公公悬崖乐 - 好不好 - 这样说 - 虽然我们真的不建议就是住在一起 - 可是我真的蛮推崇 - 就是大家可以住得很近 - 长辈还是需要多一些关怀跟照顾 -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把事情锁在一个形式 - 我们要问彼此 - 你真的在意的 - 你真的要的是什么 - 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爱情状况题 - 拖衣舞 - Oh my - 可以分开办吗 - 那如果是他的朋友 - 你就可以让他用他的方式 - 那你自己喜欢美美的一个餐厅 - 就可以再另外再办一个请你的朋友 - 就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 - 问一下对方长辈 - 双方长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- 他把所有的条列出来以后 - 他自己说不定看到的都会觉得 - 好像有点太多了 - 这两个东西可以不用了 - 那这两个 - 这个一定要 - 那你就知道说什么东西是 - 就是脱衣服跟流水席一定要 - 所以他要脱衣服就给他房 - 在尤其跟长辈沟通的时候 - 往往不要去想说这个or这个 - 我们去想这个and这个 - 我觉得这个前提是我们要去理解 - 长辈他们对于改变这件事情 - 其实是有一些些的障碍 - 不止一些些的障碍 - 不止一些些的障碍 - 我们说人都是害怕改变的动物 - 在长辈是害怕改变的动物之中之王 - 有一些时候你可以很技巧性的 - 对 我会先买一张单衣放在旁边 - 下次去的时候 - 哎 喜不喜欢啊 - 觉得很舒服啊什么什么的 - 他说这个他其实也有出沙发 - 我们把它换掉好不好 - 像老人家可能就一只嘴巴好像发牢骚 - 哎呀 不用了这个东西那么贵啊 - 或者怎么样 - 可是你就会发现 - 送到他面前的时候 - 他其实就很开心 - 他用得很开心 - 他用得很开心 - 要是我也会难过很久 - 是啊 这个真的很困难 -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媳妇会有个心态说 - 哦 我嫁进来国家 - 我应该都不要表达意见 - 如果你不表达意见 - 这件事情你就可以过得去 - 那也就算了 - 但是因为你也会难过很久 - 而且毕竟是你自己的孩子 - 也可能是第一胎你更重视 - 那就要适时地去说出来 - 有长辈愿意帮忙就是带小孩 - 其实真的是省了我们很多的心力 - 不过当然过程当中 - 我跟他也有很多的争取 - 但是我那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会跟我妈吵 - 然后吵的同时其实他也会觉得很受伤 - 他会觉得我这么辛苦帮你带小孩你还跟我吵 - 很多时候我是在场我有见到这个争执 - 其实心里面我就说大家吵都是为了爱 - 对的 - 我会想要照顾你跟你的孩子 - 是因为我爱你们 - 爱你 -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分歧 - 有任何的沟通的话 - 都要从这一个论点开始 - 哪怕是我觉得非常荒谬的 - 其实都是出自于一个爱 - 像针对这一个朋友他的问题 - 我会建议就是你要先适时地说出来 - 如果你白天在上班的时候给伯伯一带 - 那晚上的话你再让他就是用那个测睡诊 - 然后让他的头衔就至少会折中一点点 - 如果有想知道更多关于两性相处之间的问题 - 欢迎你们大家持续地关注LTV的 - 卡布斯Wiki - 那要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- 愿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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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就家能说一下 - ниEM 感谢观看